近日,梁朝伟晒出一张,一家三口,的全家福,与刘嘉玲一起抱着四家狗狗亲密合照。 网友评论男神还是那么有魅力呀? 梁朝伟全家福与狗狗合影,李冰冰全家福一家女神,李嘉兴全家福李嘉兴妈妈,八十大寿好年轻。 过年,流行善,全家福,这种叫做家的幸福陪伴,叫做爱的共同成长。 刚看到梁朝伟全家福的几张照片上热搜了,其中有一张刘嘉玲新年的时候,发的在桃花树前的照片。 刘嘉玲曾经形容桃花开得很美,和哥哥张国荣一样。 有一年,刘嘉玲的事业和感情都不顺利,哥哥张国荣就在一家花圃买了两棵桃树,一棵留给自己,另一棵送给她。 哥哥离开后,刘嘉玲也曾留言,哥哥,想告诉你,每年过年我还是去你介绍的那家花圃订桃花,那桃花开得可漂亮了。 我们的布老男神和女神今天发了几张全家福照片梁朝伟全家福。 梁朝伟和刘嘉玲两人和一只小狗,很有一分全家福的自卑祝福幸福一家。 但是刘嘉玲和梁朝伟相恋二十多年,为何坚持不要孩子? 1988年,梁朝伟和刘嘉玲在排演舞台剧花心《大丈夫结缘》,虽然这是他俩第一次合作,但因为嘉玲的好友曾华倩两人早已是朋友。 等到舞台剧公演完毕,有信心的记者发现,梁朝伟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刘嘉玲2008年,两个人在不单举行婚礼,而婚后的两个人,却没有生孩子的打算。 刘嘉玲的劳金能力让人贵福,刘嘉玲是人们眼中比较精明前恋,善于交际的女强人,而梁朝伟是那种比较安静,不善交际,表演大过劳金的艺术家。 两个人的性格迥异,几乎两个人牵手的那一天,就有人暗自等待他们的分别。 相恋二十多年,刘嘉玲坦言,结婚前我从来没想过生育,结婚后我偶然间有想过,相反梁朝伟的自始至终没有想过,因他不太喜欢小朋友。 而刘嘉玲现在彻底打消了生孩子的念头,原因就是自己本身的年纪也不小了,加上两个人根本没有时间养孩子。 并且刘嘉玲坦言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 对于不生孩子这件事情,粉丝多少有些遗憾,两个人简直精通玉女,没有孩子多少有些可惜。 早期流传两个人不要孩子因为刘嘉玲年就不离口,生活奢比,就算使用人工受孕也是相当的棘手。 梁朝伟说,从来没有想过要子女,我已经要照顾这么多人了。 妈妈,妹妹,嘉玲,我不能再照顾更多人了。 嘉玲有一点是我已经很担心,小狗死了我都那么伤心,子女又是我怎么办? 现在梁朝伟承认自己一直不想要孩子,和刘嘉玲无关。 刘延山得一致。